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 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 购买育敏申书 多谢大家持续支持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早晨 大香港早晨 这个是myradio和二月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 这一节想说什么呢 就是想说一说我昨天看那宗新闻的 我都觉得挺可怕的 虽然这件事发生在大陆没什么很可怕 大家都觉得很平常的那些 但是我觉得都值得去说一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 其实那宗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大陆呢 昨天呢 因为大陆就是跌市嘛 跌市 其实就是这个 今天不是说股市 不做股市分析的那些 但是我都要说一说 那之前叫你不要看那么淡 是不是呢 做膽的那些是乖乱的东西 那好了 就是那个股市都是反复的 现在反复处于一个 又不高不低的位置 但是呢 就是我说港股 大陆就禁了 大陆很禁的时候呢 那有暴力救市 又救来救来救不了 接着就是一直在拘捕人 那跟着昨天呢 就拘捕了 不是昨天的 其实是什么时候拘捕的 其实是什么时候拘捕的 7月20号 7月20号 7月20号拘捕的 但是昨天就有个报导出来 为什么有报导出来呢 就是因为拘捕了那几个人呢 就播出了他们那个 在那里的 认罪的片段 我不知道是文化片段 还是认罪片段 其实是悔过 好像在他们的懺悔 那样的片段 那分别拘捕什么人呢 就拘捕了几个 拘捕了有证监会的人 还有拘捕了几个券商 那这些我都不拘捕了 那些这样 总之就是 总之沽货就拘捕了 那些这样 那我都不是特别深究 这些这样的 因为大陆 没什么东西出奇 是不是 连天津爆炸那位 都可以做生态公园 生态公园 有什么东西出奇 但是呢 有一个就是 都特别一点点的 就是财经雜誌 就是大陆的一本财经雜誌 那本财经雜誌就是叫财经 那是一本有影响力的雜誌 那也是一本 很厉害的财经雜誌 那跟着之后 那里面有个记者 那个记者就叫做 王晓露 王晓露 就被人拘捕了 那就说他是 因为涉及什么 火同他人偏造 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 虚假讯息 那就是这个罪名 那是这样 那跟着之后呢 那我们就 就播出了他的认罪片段 我那个认罪片段 挺心寒的 你看一下那个认罪片段 诶 这么短的吗 他截录了出来 即是他的新闻片段 作的截录出来 就是比较短的 因为主要就是说了 王晓露在认罪的时候 就说他是 不应该敏感的时候 就发表对市场 重大负面的影响报道 还有他也认了 是为了抓眼球 就是为了吸引人 看一篇文 令到股民大来损失 那这个就是 即是他那个忏悔的言辞 其实呢 令到我对于这件事 引起了兴趣 因为譬如 最初那样你抓人 那些那样 那样拉人封艇 就是做一下show 那样 那其实市跌呢 其实有人轻波作浪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 又出了公安局又成的 又去那些券商查 拉人 这些人 惡意辜货 那些那样 那我拉勾他 那接着 然后有些人 又串谋 又经常在做些假的 亂交不离的新闻 又说索罗斯搬了去香港 这陣子出事在香港 当然有些古怪的东西 那些之类之类 那接着他抓人 做这个大龙凤 都 都是 我觉得 就是 一贯 中共那种荒谬的做法 那但是 这一个呢 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那个忏悔 其实 就算去到这个 叫什么名字 王晓露 王晓露 去到已经是作为 一个官方的片段 播出来 就是抓了这个 经常做这些事情 大陆卖来 经常抓了个人 然后 你对着镜头说 对着镜头说 你有罪 有什么罪 但是你看这个 这个 SORRY叫什么名字 王晓露 王晓露 其实他就算说完 我都看不到他犯了什么罪 嗯 看不到他犯了什么罪 他关键字就是 说了几句 就是说 我是不应该在这个 股市敏感时刻 去做一些负面的报道 也不应该为了追求这个轰动的效果 为了抓眼球 因为其实另一个片段 我看另一段新闻 我看TVB的报道 它是完整一点的 当然不是整段 都是截录 但是你看他審 審慎地去选择这个词汇的时候 其实他都已经尽量去选择这个词汇 是令到自己的罪名成立一些 但是呢 我意思就是 他已经努力去说到自己有罪 但是呢 我听来听来 我都不觉得 我都听不懂你有什么罪 我都是写一篇东西而已 都听不懂你有什么罪 我跟着之后 就去找了他那一篇报道来看 就是涉及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这样的救市和那个退市的机制 那里面呢 有一些都是关于一些 所谓的消息 消息指 消息人事清 那些那些 那有些猜度和估算 但是基本上整篇东西我看完呢 我看不到有些什么 是 就是 造假 制造恐慌 不是 制不制造恐慌 是另一件事 就是你譬如 喂 那事件是很恐慌 就很恐慌的 那事件是很恐慌 跌到扑街 我就说跌到扑街 我觉得现在是红市 我就写红市 那红市 你写了红市 那也是会制造恐慌的 那也是会制造恐慌的 那你没有理由 我写篇这样的报道 或者我写篇这样的文章 接着就会入罪的嘛 那你唯一可能入罪的就是说 大陆明明是没有加息的 接着就说 现在就是公布了 凌晨七点起 就加息 那又或者你忽然之间 写篇报道就是说 喂 这个这样的 人行宣布了 由这个凌晨时份开始 人民币 会和这个净巴布卫弊 哇 这样 那当然是临时 大佬 那真的有临时 或者和北韩汪 哇 这样 那当然立刻临时 那这些是假的消息 假的报道 那这些要拘捕 但它不是这些 它没有 有啊 它现在有一个 那篇文叫做 找回 这篇文是 现在 估计是拘捕的那篇文 就是2015年7月20日 在财经中刊登 一个叫做 博弈大救市的一篇文章 整篇文是说什么呢 整篇文就是说 A股前所未有那么恐慌 接着就很大力地救市 但是对于救市来说 如何救化呢 就是说 陈述了一些之前救市的状况 7月多少日 推出了什么措施 然后市场的反应又怎么样 接着 然后唯一有一些消息 就是消息来源 就是说 有消息就说 一些券商 和和人行行长开会的时候 对于这个救市的方案 有些角说角话 有些争议 还有except wording 譬如有句对白就是 赵主席 你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做 那些人 这些人是设计对白 就是这样的 很明明 是的 设计对白 唯独是这些 你有可能 有少少就是说 就是叫做 叫做 一些收封料 那些 八五二最喜欢写的那些 那但是 没有啊 我看不到有些东西 涉及製造恐慌、退市 我看其他新聞有一個指責 指責王曉露在一個文章裡面有說 因為退市的問題說到官方那邊有開會 覺得這是一個假消息 但問題是甚麼呢?有人反駁 反對不是,他真的有開會 當然沒有說會是否說退市的機制 還有他那個退市機制 他裡面有一段是說到退市機制的 接著就去到文章最後一段 就說如何退出那些 其實在說兩件事就是 你舊市投了這麼大的資金 你在這個國家體制裡面 扔了這麼多的錢進入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你等於買起一個市的 你的錢都會退出來 那究竟如何去做一個退市的機制呢? 裡面唯獨有一句就是 根據這個財經記者的了解 監管機構已經開始考慮 救市資金的退出方案問題 這樣 我不覺得這個有一個假消息的存在 是因為之外有人說他真的有開會 不是啊,而且你告訴我 不是啊 我們是沒有考慮過這個資金退出的方法 這樣就奇怪了 是啊,好 不是啊,沒有可能 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常識來的 好了,你的股市 你的股市是一個大家集資的地方 那你用國家的錢 扔了這麼多錢進去 那你的錢不用出回來的 那你就長時間 那你... 不... 大家講回歷史 大家講回歷史 就是說 你現在整個股票市場 大量的上市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國企 那國企在8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 80年代發生了國企私有化 那你私有化 然後慢慢發展 然後再上市 發展股票市場 然後你在股票市場買回來 那你現在是什麼? 你現在真的股票國有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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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你當然要放出來的 是 你怎麼放出來呢? 而且他那個... 他講的都是三個可能性 是 他說就是那個退市機制 有三個可能性 那三個可能性 其實都是合理的 都是嘗試去判斷 有什麼... 有什麼退市的方案 那個退市的方案 離不開 就是叫那些券商買了的 然後就留在券商上 又或者將那些股票 就收回來 收回去這個... 這樣的... 正金公司那裏 然後就等於正金公司賣了 那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這個退市 這個退市的刷券是有問題的 那你... 又是... 又是私有化 國企重申國有化 那你...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將買了股票 變成ETF 然後就變成了 在股票市場上面 就多了一個ETF 那就作為一個... 穩定的一個... 鬧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做法 香港當年舊市 買完之後他都面對這個問題 我買了這麼多錢出來 然後就變成刑副基金 那這些都是合理的猜渡 而且這三個方案 這三個方案 講完出來之後 都不會造成市場恐慌的 因為其實這三個方案 都不包括沽貨這個方案 真的可惜 那三個方案裡面 都沒有沽貨這個方案 那你其實正常應該沽出來 你懂不懂 因為你... 沒有理由... 不是 你逐步沽 你等了市好就沽 不是 它買回到券商 其實都可能背後有意 都是這樣說的 那券商自己決定沽不沽 可能有些這樣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都是按正常的理解 去判斷就是 你用了國家的錢 去買了股票 然後買這麼多股票 買到買起了市這麼多 如果假設需要 假設市已經升了 如果是 如果已經是崩盤 這樣 然後全面停市 這樣就不能說 那如果市是升了 那你的錢都會退出來的 你的錢都會退出來的 因為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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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正常的國家 OK 這個不是正常的國家 但它都是... 因為踐驚都是一份 相對來說說正常的雜誌 這樣 用正常面的財經的角度 去思考這件事 這樣要怎麼去做 所以我看不到 Find u 裡面有造假的事情 現在也有人這樣講 就說 如果做最後 很有趣 但我們不是這樣去判斷 我們不是用這個方法去判斷 我們只是看他的行民 看他的報道裡面 有沒有一些 因為他的行民不是這樣說 他的行民只不過說 當局已經在考慮 有去出市場的方案 你不可能回答我 當局沒有考慮過 你一定會考慮的 然後他提出幾個 那幾個可能性 這個不涉及 這個不涉及製造假消息 這個照解不涉及 以我一般來理解 這些股評的文章 或者這些股市財經的報道 是這樣寫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寫的 OK? 就算是 因為這個程度 如果這個程度可以拘捕的話 因為 因為我看完之後 我看不到他有一些 去真是說 官方現在這樣說 官方現在做了這個舉動 而官方事實上是沒有做的 我看不到有這些情況 如果沒有這些情況去拘捕的話 延伸出來有什麼呢 再聽一次 我們剛才播過一次 就是那個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播了 我意思就是說 你看回他認罪的片段 他說的 他犯的罪只有一個 就是在一個市場敏感的時候 做了一個 負面消息的報道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都可以拘捕的話 那所有暢淡這個股市的人 全部都可以拘捕 那你大陸所有的網民都可以拘捕 你在大陸微博 或者天涯論壇 任何一個人 他去說 這個市現在不能買了 我就不看好了 那些這樣 那你都是在敏感的時候 做負面消息 那這些人全部都可以拘捕 那你不如全部拘捕 那現在的說法就是 其實就想把王曉露變成了 香港好像林德森那樣 變成了一個代罪羔羊 就是說跌市就是因為他 因為他寫了一篇這樣的東西 搞到跌市了 但是這個 當然我大家會覺得 這件事因為發生在大陸 你覺得沒有評論的價值 可能會有人這樣想 其實我自己心底裡都是這樣想的 大陸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發生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你描繪到那件事 好像是他散步去隔 我不去討論那些證監 拘捕了幾個券商那些 只是講這個黃曉露 這個這樣的評論 這個這樣的報導 而入罪 跟著之後他認罪 你看 就是剛才播過一次片段 你叫他對著鏡頭去認一次罪 他都認得很勉強 他都不認識 你一定要說我犯了罪 我不知道犯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犯了什麼 你就減操要我在鏡頭面前說 那些這樣 就是約石亂頭到這樣 就是大陸 大陸是約石亂頭到這樣的地步 你是隨便找一個人來拘捕 然後你還要 就是 你好像之前去公安部 不是去券商抓人 你其實就是隨便找一個人來拘捕 然後想把那個鑊射下去 就是說 其實就是他搞出來的那些 但是你自己做出來的表面證供 那件事都說不通 你連現在大陸是荒亂到什麼地步 就是從而顯示他那個 他那個內部那個 就是救市之不力 還有那個 那個經濟的崩壞程度去哪裡呢 他連做大戲都已經是做錯了 現在亂插大龍 就是說上面施壓下去 喂 你怎樣也要做些事情 你找些人來拘捕一下 這樣 這個記者呢 這個記者呢 怎麼我懷疑是扔飛鏢 扔出來的 是 你隨便找一個人 找一篇 就是你在大陸 不是 應該這樣說 在大陸你要找一篇報道 是有發放假消息的 有多難的 嗯 你隨便抓過都抓到 你偏偏抓了一個 做了一篇報道 是沒有假消息在裡面的 嗯 你真的很幸運 哈哈 這樣都被你責中 是 你隨便找一本 一本 找一本雜誌 找一份報紙 然後又說股市 裡面是有壞消息 你一定找到的 嗯 你是必然找到的 偏偏你就找了一個沒有的 真是奇妙怪的 然後還要拘捕他 然後叫他認罪 喂認不得到的 真是 這篇 真是很難認 你認吧 找些東西來就認吧 我被寫得更壞 唉我真是為了追求轟動的效果 唉為了爪幻球 寫得太過轟動 真是不好意思 認得挺勉強的 這件事真是 好 休息一會 回去繼續 Iradio 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10月16日晚 黃大仙 赴臨皇宮 300元及1000元門票 現已有壽 扣調查詢請見 2467 3088